各位同學好 那我們開始我們第三個循環課Dreaming風格 就是如夢似幻的風格 先打開我們的Photoshop 再將我們今天要操作的範例1 輸入我們的Photoshop 那這是本身已經造得很好的一張照片了 那這是從網路上抓來的 好像是一個網路正妹叫吳斐莉的 那今天用他的照片作為一個範例 那本身就是一個造得很好的照片 非常的有風格 那有一種氣氛戰 但這種氣氛呢 並不是我們所追求的如夢似幻的風格 那我們剛才有分析過如夢似幻的風格 在整體的色調要偏黃 偏粉黃 偏粉質 那對比要縮小 暗部要大面積的消失 那大面積的亮部會出現 那同時呢除了這些色調上的 色調上的變化之外 它還有一些形式上的特徵 是包括會出現的光暈 出現了bouquet等等的一些項目 那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透過我們這一次的教程修完了以後 會出現這樣的一種如夢似幻的風格 好那回到我們這張原始圖片開始進行我們修圖的過程 那在形式上呢 這一個 這一個 這個如夢似幻的風格常常是伴隨著淺景深 就是我們的景深 非常的淺 它背景是 除了主角之外的 旁邊的配角啊 背景是模糊的 所以我們先把我們這個背景圖層 拷貝了以後 那針對這個圖層做模糊 高斯模糊 那不用做的太重 我們可以分幾次來做 那第一次做 我看看 那大概好 差不多5.3就可以了 模糊了 那針對這個已經使用高斯模糊的圖層 給它開一個圖層遮瑟片 那按我們的快捷鍵D 再按我們的快捷鍵X 將前景色設為黑色以後 再按我們的快捷鍵G啟動 填色罐工具 向我們的圖層遮瑟片填上全黑 那表示這個 這個圖層的效果 目前是完全不會顯現出來的 那這個圖層是模糊了嘛 那針對我們要顯現出模糊的地方呢 使用我們的樓邊筆刷 刷上白色的顏色 那白色刷過的地方呢 就會出現這個圖層 處理過的那種模糊效果 那我們想要我們的背景呢 還有配角 配件的地方 是比較模糊的 那只有我們這個主角是清晰的 那麼要處理如夢似幻的感覺 好像這個無斐力 出現在你的夢中 夢中情人 那這種夢中的景象呢 除了主角之外 它的背景是非常模糊的 看不清楚的 你可以想像你看電影的時候 那種出現夢中情人的場景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那光做一層的話 不夠自然 我們先把所有圖層選起來 按鍵盤Ctrl鍵 快捷鍵Ctrl1 合併所有的圖層 那再針對這個合併後的圖層 再複製一次 那再使用我們的模糊 高斯模糊 一樣4.9的參數確定 然後一樣的 一樣的動作再重複操作一次 針對這個模糊過的圖層 開了一個圖層遮瑟片 那使用我們的黑色 將這個圖層遮瑟片的效果完全掩蓋 以後呢 再使用我們的 這個樓邊筆刷 用白色 再把更遠的地方 再更 再擦除一次 那我們這種模糊做了兩層以後 這種 越遠的 距離我們主角越遠的 越模糊的那種效果 就會非常的清晰 好 那得到了我們這個 如夢似幻的形式上 第一個特點 就是它前景深 除了主角之外的地方 是比較模糊的 這時候我們開始 進行我們色調上的一些修改 那打開我們的調整圖層 先開一個空白圖層好了 開空白圖層 再把 我們先處理 再處理一個形式上的 特徵 好了 所以先開我們的空白圖層 按我們的鍵盤快捷鍵D 讓前景深 回復為我們的定義 原定義色黑色 再按我們的快捷鍵G 啟動我們填色光工具 填上一個黑色 我們要做一個光暈 我們提到如夢似幻的風格 在形式上有三個特徵 一個呢是前景深 一個呢是有光暈 那第三個呢是 有那種Bokeh的效果 那我們現在做第二個 就是有光暈的那種效果 填上這個黑色以後 使用濾鏡 演算上色 反光效果 那你這裡可以看到 我們的反光效果的鏡頭類型 有包括了 500-300厘米的變焦鏡 還有35厘米定焦鏡 跟105厘米定焦鏡 還有影片定焦鏡 你可以分成兩大類別 這個下面是定焦鏡 這個是變焦鏡 那什麼是變焦鏡 什麼是定焦鏡 它是鏡頭的一種分類 那你在使用相機的時候 可以Ring in Ring out 那個就是 所謂鏡頭的變焦啦 那定焦鏡 我們比較常是使用在 專業的商業攝影的時候 我們會使用在這種 會使用到這種定焦鏡 它是沒有辦法 Ring in Ring out的 那使用不同的鏡頭 包括是不同的變焦鏡 或是不同的定焦鏡 它就會出現 不同的那種反光的效果 那我們這邊使用的是 500-300厘米的變焦鏡 那亮度 把它大概取在 151% 你可以改變一下 這個亮度 就是你用這個鏡頭 去照那個光源 它有多亮 就會產生出 不同的反光效果 那邊大概用150 150左右 OK 按下確定以後 你就看到 反光效果出現了 那這一個反光效果 我們加到 我們這個 吳斐力的照片上 我要讓它黑色消失 白色保留 那中間色是可以提亮的 那很自然的 就想到我們的 綠色塗層 我們之前介紹過 非常多次 你可以看到 這個反光效果 馬上就出現了 那我們稍微把它 降低一點 讓它那種反光效果 更自然一點 降到60%好了 OK 那這時候呢 我們已經得到了 如夢示範風格中 形式上的兩個特徵 還差一個Poket 大家還記得 我們上個禮拜 上上禮拜 其中考的上一個禮拜 教的那個Poket 製作的過程 快速複習一遍 打開一個新的圖層 不用在乎它的尺寸 沒有關係 再針對這個新開的文件 開一個空白圖層 背景圖層就關掉了 這時候按我們的鍵盤 快捷鍵B啟動筆刷工具 選擇一個硬邊的筆刷 透過我們鍵盤的接跟路 可以放大縮小這個筆刷 那在這個空白圖層上 填上一個全黑的 全黑的硬邊圓形 那將這個圖層的填滿 改成50% 再點擊這個圖層兩下 叫出它的圖層樣式 圖層樣式以後 選擇筆刷 針對這個筆刷的尺寸 我們改成七項數 按下確定 那當我們選起 這一個圖層的時候呢 按下編輯 定義筆刷預設級 幫它 把它設定成我們的 Poquet筆刷 Poquet001 確定 那這個新開的這個文件 用來設定我們的Poquet筆刷 已經工程設退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關掉 不用存檔 沒有關係 那回到我們的筆刷類別 筆刷庫裡面 選擇剛才設定的那一支 Poquet001筆刷 以後 再按我們的快捷鍵 F5叫出筆刷設定 針對筆刷動態呢 選擇大小快速變化 100% 散步大小快速變化 100% 以及轉換 不透明度快速轉換 100% 流量快速變化 轉換100% OK 那這支筆刷畫出來 開一個新的圖層給它 畫出來就會有 那種Poquet的效果 但我們不要黑色的 我們要一個是 粉黃色的顏色 所以選擇一個 我們想要的顏色 我在這裡設的參數是 254 250 231 得到一個粉黃色 利用這個粉黃色 我們還可以按我們的 鍵盤數字鍵 來降低 這個噴出來的那種 筆刷顏料的流量 那也可以透過我們的接跟路 來放大縮小 我們這支筆刷 那它噴出來的那種 Poquet 閃緊了 就會有不同的大小 好 那噴上了以後 可以按快捷鍵1 啟動我們的 這個 橡皮擦工具 把你覺得 太過的 太 塗塗的 太強烈的那種 Poquet效果 稍微 擦掉一點 像蓋到這個人物的地方 或蓋到臉的地方 你就可以考慮 把它 稍稍的擦除 OK 進行到這裡 我們已經把 那個 如夢示範風格 應該有的三種形式要素 都具備了 那我們這時候來調整它的 顏色的特徵 開一個 使用我們的調整圖層 開一個純色圖層 那填上一個 我這裡使用的參數是 98 93 238 填上一個 紫色的 紫色的一個 填色圖層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讓我們這個 整個色調是 稍微偏 偏 紫一點點的嘛 我們說要偏粉黃 偏粉紫 是這個 如夢示範風格 在色調上的特徵 使用我們的 綠色 整體色調就偏粉紫了 稍微複習一下 這個 綠色的那個 綠色的那個 塗層混合樣式的意義 我們把 JPG資料夾裡面的040 拉進來 我說過那個 綠色的背後運算的那個 方程式非常複雜 他要先 把所有的RGB數值 回算成 一進位以後 相成 然後再用1 去把這最後相成的數值減掉 得到最終的數值 那用這個數值去背 用方程式去背 你沒有辦法理解 那時候要求 各位是背這個曲線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一個原始的參數 帶進這個方程式以後 它會提亮 那要記得它是RGB 各自的顏色分開的 那當我們這條線 原始色是一個 粉紫色的時候 你RGB RGB分別帶入它那個數值 會讓你產生一個像 粉紫色色偏的效果 那最終就會得到一個 我們整體的顏色 像粉紫色色偏的一種色調 那效果太強烈了 一樣呢 我們把這個圖層的不透明度 稍稍的降低 大概降到60%好了 那我們利用這個綠光圖層 來製造那種 整個色調是像粉紫色色偏的 那還有像粉黃色色偏的呢 我們使用另外一種 之前提到圖層 圖層混合樣式 會讓我們像在鏡頭 前面擺了一個綠光鏡 的那一種圖層混合模式 那該同學可以很直覺的想到 是我們的柔光圖層嘛 那我們一樣先開一個 調整圖層 純色的調整圖層 那選一個粉黃色以後 我們再把那個圖層混合的樣式 改成粉黃色 改成柔光 混了 那這時候先打上我們這個 粉黃色的那種參數 我使用的是255 250 然後202 這時候呢 把圖層混合樣式 使用成柔光 就是我們在鏡頭上 加了一個綠光鏡 相同的把這一個 圖層的不透明度 改成60% 按一下 確定 那我覺得呢 目前這個色調有點 有點死啦 就是這個 偏粉黃 偏粉紫的那種 偏法 有點太平均了 那我們的光源 是從上方來的嘛 所以下方的那一種 偏粉黃 這粉黃的效果 是太陽光照下來 造成這種粉黃的效果嘛 所以下方的這種 偏黃的效果 應該不會有上面的 那麼強烈 所以上面會燒淡一點 下面會燒濃一點 所以這個步驟 我想要製作出 下方是比較濃一點的黃色 那上方才是比較粉一點的黃色 這種效果 那我再開一個調整圖層 這裡我使用的是 漸層 調整圖層 我想要從下方 拉一個比較濃的黃色 那上方呢 維持目前這種 粉黃色的效果 OK 所以我將這個色調 我把它選一個 比較濃一點的黃色 我這邊使用的數值 是146 11157 得到一個比較濃一點的黃色 確定 那這裡呢 我把它調整成一樣的顏色 為什麼 稍待一會解釋 讓我先把這個參數打完 按下確定 那可以看到 好 這兩個顏色是一樣 但是這個漸層在過渡的時候 卻往透明 色過渡了 為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它上方對應的那個 甜色觀 一個是黑色 一個是白色 就像我們使用圖層遮色片一樣 黑色的意義 表示你這個顏色100%呈現 那白色的意義 表示你這個顏色是0%呈現 那所以 它兩個甜色觀 那算是使用同樣一個很濃的黃色 但 左方的這個是 百分之百呈現 那右方的也是0%呈現 所以呢 就會造成一個 100%的濃黃色 像0%的濃黃色 漸層的一種效果 那正是我們所需要的 所以按下確定 那在這裡有一個漸層的 一些簡單的設定 那我們維持線性 維持角度是90% 縮放的地方 我們把它稍稍提高 太大了 大概100 150左右好了 讓它是由下往上漸層的 按下確定以後 一樣我們是設想 它是在我們的鏡頭前面 遮了一個有漸層色的綠光鏡 所以我們選擇 柔光混合圖層 那再把它的不透明度降成50% 可以看到我們一個 如夢似幻的風格 基本上已經呈現了 這個是原本 就造得非常有氣氛 非常有風格的一個照片 經過我們的修改以後 變成一個 好像你夢中情人 在你夢中出現的那種感覺 那這時候打上一個字 打上一個字 讓這個作品更完整一點 打上 那 You are my destiny 就是 你是我命中注定的那個女生的夢中情人 那怎麼 要把它對齊 我們先叫出 我們的參考線 OK 針對這個文字圖層按下 Ctrl Ctrl T 那就可以 利用這個變形框 來進行對齊的工作 好 那要參考線 暫時隱藏呢 就按Ctrl H 參考線就可以隱藏了 可以看到我們一個 如夢似幻的 一個照片 就修改完成了 就 You are my destiny 好 那 吃飯意義到這裡 讓各位 同學先操作一下 好